20世紀50年代中期前,基本粒子的研究仍然各行其事。直到VA理論被發展出來, 世溫格才開始以VA理論為基礎指導他的博士生格拉肖將若瀚電磁交互作用組合成一個規範理論。 1960年,格拉肖構建了一個含有四個規範玻色子的對稱群二階特殊腰政群乘於一維腰政舉政群以解決若瀚電磁交互作用之間的對稱問題。 在他所發展的電弱統一模型裡,有兩個電中性粒子,無質量的光子和一個巨大的電中性粒子, 但因為無法計算出帶電粒子和這個電中性粒子的質量,走到這裡他就無法再繼續下去。 直到1964年西格斯等人根據南部楊一郎的自發對稱破缺理論發展出西格斯廠的理論後,電弱統一理論的發展才有了轉機。 1967年,溫伯格即從西格斯廠論發展出能夠精準預測新粒子質量的方程式,而薩拉姆於隔年也獨立發展出同樣的結論。 本部影片將為大家概述電弱統一理論的發展背景和過程。 20世紀20年代,物理學家仍然認為大自然只有引力和電磁力這兩個我們日常生活都可以感受到的基本力。 但隨著原子核的研究,他們才進一步發現大自然還有將原子核吸引在一起的強力和使其衰變的弱力這兩個我們日常生活無法感受到的基本力。 引力和電磁力的交互作用為長程交互作用,強和弱交互作用則為短程交互作用。 20世紀60年代前,物理學界對於短程基本交互作用和造成放射性衰變的弱交互作用以及形成原子核結構的強交互作用都沒有一致的理論解釋。 這兩個心力的發現,使得愛因斯坦統一闖論的工作更形複雜和更加艱鉅。 20世紀30年代中期,湯川秀樹聰明的避開重力,思索著這兩個心力和電磁力之間的關聯性。 他推測就像電磁力是由光子負責傳遞一樣,這兩個心力應該也會有他稱之為戒子的媒介物負責傳遞。 一級強力和弱力都是由於戒子的交換而產生的。 湯川的動見讓他發展出了戒子論,但他沒有進一步嘗試統合電磁力、強力和弱力。 其他物理學家也一樣沒有動靜,畢竟時機還未成熟,他們即使有心也是無力。 20世紀40年代末朝永鎮一郎,是溫格和費曼創建量子電動力學後,物理學界開始轉而探索其他領域。 但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前,基本粒子的研究仍然各行其是,電動力學,弱交互作用。 強交互作用和電磁力顯然都是獨立的學科,單獨授課並分別研究,沒有一個統合他們的連貫理論。 當時才剛發展出量子電動力學沒多久的施溫格對此現象深感不耐, 而宇稱不守恒的發現就成為他啟動統合若漢電磁交互作用為一個規範理論的契機。 1956年,費曼、格爾曼、馬沙克和蘇達山等物理學家在李政道和楊振寧發現宇稱不守恒後, 結合費米的貝塔衰變理論和宇稱不守恒的解釋提出VA理論並發展出一個弱衰變模型。 這個新發展的量子廠論證明了在弱衰變過程中電流偶合是矢量和軸向流的結合, 可以被視為是經由交換自懸為1的兩個玻色子進行的, 就像電磁交互作用是經由交換自懸為1的光子進行一樣。 施溫格接著以VA理論為基礎利用親子家族作為模型, 提出將兩個帶電的弱場與中性電磁場結合起來, 構成一個具有自懸為1的家族,為電弱統一理論跨出了第一步。 施溫格認為若和電磁交互作用應該組合成一個規範理論, 其中帶電具大使量媒介物和無質量光子為規範介子, 並常勉勵他在哈佛大學的學生能夠在這方面做出貢獻。 格拉蕭於1954年來到哈佛大學師學施溫格攻讀博士學位, 格拉蕭秉承施溫格的信念和期望,著手進行研究。 但他馬上面臨一個難題。 若交互作用是短程的這一事實意味著在運這種交互作用的玻色子必須是非常巨大的, 而介導遠程電磁力的光子是無質量的, 凸顯了三個規範玻色子之間的極端差異。 如果它們之間確實有一個對稱, 那麼它們顯然一定會被嚴重破壞。 且如果交互作用強度相當, 則兩個玻色子必須具有100G個電子伏特量級的質量。 另外還有一個關鍵差異。 眾所周知,若交互作用是與稱不守恒, 而電磁交互作用則是與稱守恒。 那麼兩者之間又如何對稱呢? 為了讓若莉產生一個自洽的規範理論, 格拉蕭從揚米爾斯原始的二階特殊腰症群規範交互作用著手。 格拉蕭特別做了一些處理, 使得與稱性和其異性是被在河流而不是中性流破壞, 但這與實驗不符。 格拉蕭還是於1958年將他的研究總結在一篇題為 《基本粒子衰變》中的《矢量介子》的論文作為他的博士論文, 但寫下一段耐人尋味的話只有一起處理這兩種交互作用, 一個完整可以接受的理論才能實現。 1958年,格拉蕭申請到國家科學基金會給予到 莫斯科列別傑夫研究所進修的博士後獎學金, 在等待俄羅斯簽證期間他先去到哥本哈根的波爾研究所。 由於一直等不到簽證,他就在那裡待了兩年, 其間他偶爾去到歐洲核子研究組織。 1960年,格拉蕭在哥本哈根構建了一個具有更大的對稱群 二階特殊腰正群乘於一維腰正矩正群和第四個規範波色子的擴大模型, 解決了若和電磁交互作用之間的對稱問題。 這個模型顯示弱交互作用過程,除了經由在河流進行外, 也應該會經由中性流進行, 預測了應該存在一種新的弱交互作用。 在格拉蕭所發展的電弱統一模型裡,有兩個電中性粒子, 無質量的光子和一個巨大的電中性粒子。 他當時稱這個電中性粒子為B粒子,即現在所知的C粒子。 但就像量子電動力學, 弱力規範理論也需符合規範不變性和可重整化這兩個基本要求。 規範對稱性解釋了為什麼光子是無質量的, 因此如果我們要求弱交互作用也是規範對稱性, 那麼若波色子也應該是無質量的,問題是什麼賦予它們質量? 另一方面,引發短程弱交互作用的機制是什麼? 這兩個答案都是當時還沒有發展出來的自發對稱破缺。 因為無法計算出帶電粒子和這個電中性粒子的質量, 走到這裡它就無法再繼續下去。 直到1964年西格斯等人根據南部楊一郎的自發對稱破缺理論發展出西格斯廠的理論後, 電弱統一理論的發展才有了轉機。 西格斯的理論闡述, 當規範不變性理論與發生自發對稱破缺的場結合, 則規範波色子會獲得有限的質量。 1967年, 格拉肖的高中和康乃爾大學同學間好友美國物理學家溫伯格, 即從西格斯廠論發展出能夠精準預測新粒子質量的方程式, 而薩拉姆與格年也獨立發展出同樣的結論。 他們兩個各自修訂了格拉肖的理論, 而統合了若和電磁交互作用。 這種統一理論是受四個粒子的交換所支配, 電磁交互作用的光子, 若交互作用的中性系粒子和兩個代征負電的W粒子。 薩拉姆和溫伯格兩人都是在念研究所時 開始從戴森的論文認識量子電動力學和重整化。 薩拉姆出生於巴基斯坦的龐哲普, 從小就因天賦一秉而聲明遠播, 14歲及以前所未有的高分通過龐哲普大學的入學考試, 並拿到龐哲普省拉罕爾政府學院的全額獎學金。 1946年, 獲得龐哲普政府獎學金到劍橋聖約翰學院就讀, 三年內拿到數學和物理學雙學士學位, 隨後負責督導他的知名天文學家 或伊爾推薦他到卡文迪西實驗室進行研究, 開始了實驗物理學家的生涯, 但缺乏耐心且手也不巧得他遭遇到人生學習上的第一次大挫折, 不過也因此成為他生命的重大轉捩點。 再重新檢視自己的能耐和興趣所在後, 薩拉姆轉向根克莫爾學習量子場論, 從此開始他輝煌的學術生涯。 1949年正是量子電動力學和重整化攪動物理學界的高潮年, 薩拉姆和剛剛完成博士學位的保羅, 馬修斯毅然決定跳入參與這場盛世, 應用戴森所使用的方法一起研究介子論的可重整性, 他只花了半年時間即找出方法並發現只有自學為0的介子才具有可重整性。 1950年薩拉姆因這個研究後班史密斯獎, 這個獎是為鼓勵在數學或理論物理方面做出重大進展的劍橋研究生所設立的。 1951年薩拉姆以一篇題為量子場論的發展的論文獲得劍橋卡文迪西實驗室的博士學位, 這篇論文讓他後班知名的亞當斯獎。 薩拉姆將重整化進一步擴大應用的研究為他贏得國際聲譽並引起貝特和歐本海默等人的注意。 歐本於1951年特別邀請他和馬修斯一起做客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薩拉姆的興趣和研究相當廣泛。 1956年9月在西雅圖召開的會議中聽到楊振林闡述左右對稱在弱合力的領域被破壞的想法後, 他在從美國飛回英國的飛機上領悟到在所有的微中子交互作用中左右對稱性必須被犧牲的事實。 在吳建崇的實驗證實語稱確實不守恒後,薩拉姆隨即於1957年1月24日在寫給暴力的信上提到僵守針對稱擴展到電子和苗子的想法, 並假設他們的質量是被稱為動態自發對稱破缺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南部和西格斯還沒有發表相關理論, 且強調由於電子、苗子和微中子的手針對稱,只有自選唯一的介子能介導苗子的若衰變。 薩拉姆在引入手針對稱的微中子理論,後來在電弱交互作用理論的後續發展中極著關鍵作用。 薩拉姆的研究領域很自然地導引他往網絡和電磁交互作用統合的方向發展。 他和薩拉肖一樣同是研究電弱統一理論的先驅,也在1958年提出了一個版本,但也因時機還未成熟同樣未能成功。 1959年,薩拉姆33歲時因在理論物理領域有非常傑出的表現而被選為皇家學會最年輕的會員。 1964年,他與長期合作的物理學家約翰·沃德,也建構出一個二階特殊腰政群乘於一維腰政舉政群模型,非常類似格拉肖曾提出的。 同樣的,他們也無法從這個模型推導出W和希波色子的質量,不過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方法就在這一年誕生。 溫伯格沒有薩拉姆的顯赫經歷,但他僅跟理論物理的發展脈動一步一腳印的踏實研究,讓他在供逢其盛時即已掌握了攻城掠地所需的工具和利器,才能在30出頭及登上學術高峰。 1957年以一篇題為《強交互作用在衰變過程中的作用》的論文拿到博士學位後,溫伯格先後在哥倫比亞和伯克萊大學各待了兩年和七年,為了深化自己的物理造詣。 在此期間他嘗試接觸和研究各式各樣的物理問題,包括費曼圖的高能量行為、強和弱交互作用、自發對稱破缺、閃射理論、苗子物理學、重整化理論和流代數等。 60年代初,南部發表的自發對稱破缺引起他的興趣,他起初以為近視的對稱性如與稱性、同位懸、奇異性和八重道等可能真的是一個鮮艷的對稱原理,並且觀察到的這些對稱的破壞可能是由自發對稱破缺所引起的。 因此聽到連續對稱的自發破缺需要存在一個無質量自選為0的例子即今天所稱的哥德斯通波色子時,就讓他感覺不安。 似乎很明顯,不可能存在這種尚未被發現的任何新型態無質量的例子。 這個問題顯然是所有那些試圖建立一個弱交互作用規範理論的人非常關心的問題。 溫伯格在諾貝爾頒獎典禮的演說中提到,他曾在1961年夏天與哥德斯通在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大學生談過這個問題, 接著於1961-62年接受薩拉姆邀請利用休假年做客帝國理工學院時兩人也花了很多時間討論這個障礙。 他們三個人很快就發展出哥德斯通定理的證明,並一起發表了一篇題為《破缺對稱》的論文。 他們證明當一個像同位懸或其異性的對稱自發破缺時,哥德斯通波色子確實會發生, 而且他們的質量對於擾動理論的所有量即仍保持為0。 不過溫伯格對於這些0質量結果感到非常氣餒。 另一方面,如額外加入對稱破缺項則會導致無法重整化的無限結果。 溫伯格因此引用里爾王反駁三女兒科爾迪利亞的話, 你不說的話,什麼都沒有來強調假設任何東西都可以用非不變的真空狀態來解釋是徒勞的。 不過,物理評論刪掉了這段話。 這個證明實際上有一個例外,西格斯等人很快就指出了這一點。 他們證明,如果破缺對稱是局部,規範的對稱,就像電磁規範不變性, 那麼雖然哥德斯通波色子形式上存在,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是真實的, 但它們可以經由規範變換被消除掉,不會顯示為物理粒子。 消失的哥德斯通波色子代之以矢量粒子的螺旋度,靈態出現,從而獲得質量。 但當時的物理學家並沒有認真看待改變哥德斯通波色子角色的西格斯機制, 只將這個例外視為技術性,因此延宕了三年多才將其應用於電弱交互作用的統合工作。 1965-67年,溫伯格一直在思考二階特殊妖政群乘於二階特殊妖政群強交互作用對稱破缺的含義, 試圖想出二階特殊妖政群乘於二階特殊妖政群對稱性是一種局部的,而不僅僅是一種整體的。 也就是說,強交互作用可能是像楊、米爾斯理論所描述的, 但是除了楊米爾斯理論的向量介子之外,還會存在軸向量介子。 正是這項工作引領他於1967年開始進行統合若漢電磁交互作用的研究。 為了賦予向量介子質量,必須在拉格朗日函數插入向量和軸向量介子的質量項, 但這個理論因此不是規範不變,也不能重整化,而π介子將維持為物理的哥德斯通波色子。 當然,如果沒有在拉格朗日方程插入質量項,那麼理論將是規範不變且可重整化, 而軸向量介子將具有質量。但是,將因此不存在π介子,而向量介子將是無質量,而這與觀察相矛盾。 溫伯格被這個問題困惑了一段時間無法從中理出一個頭緒,直到1967年某個秋高氣爽的日子在他開車到辦公室的途中突然恍然大悟, 自己一直在把對的想法應用到錯誤的問題上,不是向量介子無質量,而是光子。 他的夥伴不是軸向量介子,而是從湯川時代以來即被認為是弱交互作用媒介者的巨大居間波色子。 這樣一來,即可根據精確但自發破缺規範對稱來闡述弱和電磁交互作用。 而這個理論將像量子電動力學那樣可重整化,因為它也是規範不變,同樣都是以對稱原理為基礎處理光子和居間矢量波色子。 想通了這一點,溫伯格很快地發展出具體的二階特殊腰正群乘於一為腰正矩正群對稱群模型。 這個模型格拉肖和薩拉姆曾分別於1960年和1964年構建過,差別在溫伯格應用了C格斯機制預測了W和C波色子的質量。 由於溫伯格當時對強交互作用的理解不夠也沒有信心,所以決定以親子交互作用來發展理論。 這個理論闡述若交互作用是由原本不具質量的規範波色子來借導,而無質量的電子,秒子和微中子,在一個內部對稱群下是不變的,是一個規範對稱。 然後引入一個具有真空期望值的純量廠,C格斯廠,由此產生的自發對稱破缺賦予了親子和規範波色子質量。 這個親子電若交互作用的統一規範理論有四個實量規範波色子。 在二階特殊腰正群乘於E為腰正矩正群自發崩解為電磁規範不變性的E為腰正矩正群將賦予其中三個矢量波色子質量,包括兩個攜帶電荷的矢量波色子和一個中性的矢量波色子,而第四個矢量波色子則為無質量的光子。 代正電W,代負電W和中性C矢量波色子的質量是經由C格斯機制引入的。 溫伯格從代正負電W波色子借導的在赫流若交互作用的強度,確定代正負電W波色子的質量約為40G電子伏特除於sinθ,其中θ是γ,中性C波色子混合角。 為了完善整個理論,溫伯格對二階特殊腰正群乘於E為腰正矩正群的對稱破缺機制做了一些假設。 真空期望旨在可重整化的二階特殊腰正群乘於E為腰正矩正群理論中可賦予電子質量的場是自詢為0的複合場。 為了單純化,他假設這兩個場是理論中唯一的純量場,從而確定中性C波色子的質量約為80G電子伏特除於sinθ, 而這可精確地推算出中性流落交互作用的強度。 就像QED一樣,一旦決定了理論中的場,只需幾個自由參數,輕子的電荷和質量,β衰變的費米偶合常數,混合角度θ和純量粒子的質量,理論的所有細節都將完全由對稱原理和重整性來決定。 薩拉姆於1967年秋季在帝國理工學院的演講中也曾獨立地提出了同樣的模型,但他直到隔年才發表他的論述。 溫伯格和薩拉姆都相信他們的理論是可重整化的,但是他們努力多年仍無法證明這一點,情況類似於量子電動力學未能成功重整化之前的20世紀30年代。 大部分物理學家對這個理論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感到悲觀。 這個困境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才在一位堅持信念的教授和一位天賦依稟的學生一起努力下終於有了突破。 維爾特曼是一個大器完成的物理學家,沒有顯赫的學經歷,但非常執著,才有機會在適當時間與在數學領域有相當造詣的年輕學子 霍夫特一起擦出火花位籠罩在濃霧的粒子物理學界點亮一盞明燈。 理論物理學界再度英雄出少年,霍夫特猶如22年前的戴森,都為重要理論重整化的關鍵問題做出重大貢獻而突破當時的研究僵局。 不過,當時的物理學界普遍感到困惑和不解,沒有立即相信他們已成功重整化非阿貝爾規範理論。 溫伯格首次看到霍夫特於1971年所撰寫的論文時就沒有被說服,他表示是因他當時不熟悉霍夫特論文所距於發展的路徑積分所致。 1969年,霍夫特加入維爾特曼的研究團隊。 霍夫特出生書鄉門蒂,祖母的兄弟弗里茨。 澤尼克是1953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祖父是著名的動物學教授。 叔叔當時是烏德勒芝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專長在統計力學。 他因叔叔的關係選擇到烏德勒芝大學就讀。 霍夫特認為基本粒子是物理學的核心,因此在大學畢業後選擇跟隨維爾特曼做研究。 雖然維爾特曼提供幾個研究主題讓他選擇,但他認為沒有一個比維爾特曼正在研究的主題,揚米爾思場的重整化更能吸引他。 關於這個主題的文獻並不多,且有些論文似乎互相矛盾,所以霍夫特開始收集他能理解的信息。 在學會如何為這些揚米爾思粒子制定非曼規則,並與維爾特曼經過詳細討論後, 霍夫特於1971年10月初是提升發表了他的第一篇題為《無質量揚米爾思場的重整化》的論文。 在完成重整化無質量的揚米爾思場之後,以希格斯機制來為理論做同樣的工作就相對容易許多。 1971年12月,霍夫特發表了他引起全球關注的第二篇題為《大質量揚米爾思場的可重整拉格朗日函數》的論文。 在這篇論文中,霍夫特以局部規範不變性是自發破缺的來建構可重整化的模型, 並在模型中以路徑積分技術推導非曼定則和瓦德亨等式和以理論可以重整化的方式來制定交互作用和規範。 在眾多模型中,二階特殊腰症群規範廠和一個純量同位懸為一的波色子被用來證明這個波色廠的真空期望值如何因真空相片變成非磷值, 以及揚米爾思波色子的其中兩個如何變成大質量,變和相反的矢量粒子,而第三個變成普通光子。 在論文中,它詳細地闡述重整化程序,並證明論文中所建構重整化的模型符合腰正理論,且電磁質量差異在這種模型中是有限的,可以用圍繞理論來計算。 維爾特曼意識到,霍夫特已成功完成工作,兩人隨後進行了深入的合作,一起制定了所謂的維度重整化技術,並利用維爾特曼所發展的電腦程式證明其正確性, 確認了薩拉姆和溫伯格所發展出的電弱統一理論是可重整化。 溫伯格在1967年所發表的論文才因而開始獲得重視並掀起一陣熱潮。 但要確認這個理論的正確性,還是得透過實驗來證明。 代正電W即中性C粒子的質量和性質現在可以重整化方法精確地算出,而從中性C粒子的質量,可以明確地預測中性流的強度。 因此顯而易見,藉由從實驗中找到由中性居間向量及波色子介導的中性流弱交互作用來測試理論正確與否不施為一個好方法。 1973年,中性流的蹤跡首次在歐洲核子研究組織的Gardamely氣泡是被發現。 薩拉姆、格拉肖和溫伯格三人因而同時被授予197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以表彰他們對統合基本粒子之間的弱和電磁交互作用的理論,其中包括對弱中性流的預測做出了貢獻。 那年剛好是馬克思威世世和愛因斯坦出生100週年。 而Z和W波色子則持至1983年才由意大利物理學家盧比亞所帶領的歐洲核子研究組織團隊製造出來。 盧比亞和荷蘭的物理學家范德梅爾也馬上於隔年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 維爾特曼和霍夫特則直到1999年才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以表彰他們產明了物理學中電弱交互作用的量子結構。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